嗨,大家好 上次有跟大家说过我会找一些学员 现在呢,这个项目已经出来了 那就是成立赢家之路培训班 好,我们看一下赢家之路培训班的教学内容 第一,我会跟每一位学员分享我怎样成功转变观念 从在赌场上失控到已经掌握自我心态的过程 希望每一位学员都能借鉴,并且也能和我一样成功转变观念 虽然心态失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 但是呢,我认为想要成为赢家 你的心态观是必须要过的 否则的话,再好的答法也是排答 所以呢,这类内容 我会跟学员终身分享最新最有效的理念 赢家之路的第二个学习内容是 学习360天道的理论 详细呢,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视频 360天道的介绍来源和功能 也就是,赢道 介绍赢道 赢家之路的第三个学习内容是 运用360天道去打百招乐的方法 打百招乐呢,一共有两套打法 一套呢,是采用圣经 另外一套呢,是采用复追 我跟大家说一下圣经的大概意思 也就是说,第一把 以下一个鸡马,是吧? 如果赢的话,第二把就下两个鸡马 如果第二把也赢的话 那就下四个鸡马 也就是说,赢的话,就抓住的意思 那复追的意思是 也就跟圣经的是相反的 那比如说,第一把,以下一个鸡马输了 然后第二把呢,就下两个鸡马 如果再输的话,就下四个鸡马 好,这就是圣经和复追的大概意思 当然呢,我只是做一个例子 大概去形容这两套打法的方向 真正的打法是复杂很多的 它是有系统性的 包括呢,投注法 什么时候下注 以及鸡马法的运用 什么时候抓住 还有资金管理等等 它并不是像上面说的那样简单 这两套挨家乐打法 都是只需要看大路 看大路就够了 如果是赴追的打法 那是传承打鞋 也就是说,只打鞋 其他不打,装饰不打 赢家之路的第四个学习内容是 运用360天道去打彩票的方法 打彩票呢,也有两套打法 一套呢,是使用圣经 另外一套呢,是需要购买元件的 基本上,你学会了百招乐圣经的打法 那你就很容易掌握彩票圣经的打法 因为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适合打单双大小或者龙骨 这些双面类的玩法 也是跟百招乐一样的嘛 要么是单,要么是双 那要么是装,要么是闲 这种双面类的玩法 像彩票,有时彩,快乐彩 或者北京赛车等等 有双面玩法的读戏呢 都是可以使用这套打法 也是只需要看单双大小的大路就可以了 现在的彩票 每一般都提供这些大路的 另外一套 打法是需要购买元件的 不过 这套打法只适合打 北京赛车类的读戏 你喜欢那个定位的玩法吧 定位的玩法就是说 比如说北京赛车是吧 你是买号码 就是当买号码 你不是那个什么单双大小之类的 比如说你北京赛车冠军买 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 这种类型 那个双面类 这套打法就也不太适合 学习这套方法的话 是需要买元件的 如果 学员愿意购买的话 也愿意学习的话 我一样会教的 好 赢家之路 学习的第五个内容是 运用360天道 打足球的方法 打足球呢 只有一套打法吧 主要是玩赛前的 就是比赛之前就买 主要是用圣经的策略 其实原理跟百家乐是一样的 只要你学会了百家乐的打法 那就很容易上手 主要是学习怎样选择赛事 投注的方向呢 是亚洲旁 还有大小旁 赢家之路呢 赢家之路呢 主要你掌握了百家乐的打法 其实在学习打彩票或者足球 都是比较容易上手 都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一开始呢 是主要学习百家乐 重点学习 好 先说一下 赢家之路 培训班的教学方式 主要是使用聊天工具 一对一吧 比如说 使用微信QQ都可以 民家之路培训班知识的语言 只要你会说普通话或者广东话都可以 主要就是汉语和粤语 粤语就是广东话 在广东话都合语的 当然其他语言现在暂时暂时不接受 因为我不会说其他语言 这样交不好也没用是吧 民家之路培训班的售后 反正你如果学习的话 那就以后有问题都可以问的 这是终身制的放心 有问题随时来提问 民家之路培训班的收费是 一万八人民币或者两千六百美金也行 学习我的培训班是要收费的 这因为我付出很多时间去交嘛 是吧这个这个是有偿的不是免费的 如果大家想报名学习的话 可以联系 微信QQ或者给我E-mail也可以 好 民家之路培训班的项目 就可以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